如勒凡尔纳的小说《地心游记》大家可能都看过 但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家是否看过呢 今天接近为大家带来1959年的科幻片《地心游记》 灵灯教授是一位生命卓著的地质学家 这天他的paper上的natural学生们为此举行了特别仪式 祝贺教授的学术生涯到达了新的高峰 教授的爱图雅克也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 一块从小店里逃来的火山岩 教授对火山岩很感兴趣 他将火山岩扔进熔炉里面打算融开这块石头 没想到熔炉不慎爆炸 火山岩被直接炸开 里头竟然包着一个衬托状的人造物体 衬托上还写有文字 教授发现文字来自于冰岛科学家路易 传说路易曾在300年前独自去到了地心 教授将他的发现写信寄给了首席地质学家波尔 然而波尔却一直没有回信 不仅如此 波尔公职的大学还发来信件 说已经两周没见波尔的身影 教授推断波尔应该是收到他的信件 独自前往冰岛了 教授不甘心这个可能会改变科学史的发现 成为波尔的成果 于是他叫上艾图雅克 迅速赶到了冰岛火山口 此时波尔已经先他们一步 来到了火山口 教授考察过入口之后 打算先去旅馆落脚 整顿物资 然而却被另一股力量下了黑手 他和雅克都被关进了一间小房子里面 好在冰岛小伙汉斯听到两人的呼叫声 将两人救了出来 教授来到旅馆 发现波尔竟然也在这儿落脚 三人闯进波尔房间 却发现波尔已经被人谋杀 波尔的妻子卡拉过来寻找丈夫 却被告知丈夫已经过世 教授告诉卡拉 他从波尔的尸体上发现 波尔是被人谋杀的 接着教授又询问店员 波尔最后会见的客人是谁 店员告诉他是路易十四 这个路易十四就是科学家路易的后代 卡拉希望弄清丈夫死亡的真相 于是他和教授做了一个交易 他将波尔留下的物资全部送给教授 但是教授要带着他一起去往地心 就这样教授 雅克 汉斯 卡拉 一行四人 加上汉斯的鸭子 一起踏上了前往地心的探险之旅 地洞的路并不好走 四人沿着山壁缓慢前行 时不时还会有碎石块掉下 等到四人终于渡过狭窄的小路 却有一块巨石从后头追了过来 四人好一阵狂奔 总算及时避过了巨石 之后教授在地洞里发现了路易留下的路标 他们开始顺着路标前进 晚上警觉的卡拉发现地洞里似乎有声音 教授却认为这是卡拉产生了幻听 他还不知道路易十四已经进入了地洞 这个坏家伙将祖宗留下的路标埋了起来 然后给教授他们留下了误导的路标 第二天教授四人继续赶路 果然被引到了错误的道路 雅克在前头探路 险些跌下悬崖 好在有安全绳绑着 另外三人将雅克救了上来 不过很快四人就发现 这条错误的路线别有冬天 悬崖下面居然是一个长满钻石的岩洞 雅克去泉水处打水 却意外进入了另一个岩洞 教授他们也打算离开 临走之前 教授取下一块红宝石 打算回去研究 没讲到却意外打通水道 大水倾泻而出 很快整个岩洞都被淹没 三人顺着钟乳石 终于从岩洞上方的出口爬了出去 雅克一个人在地底乱窜 最后从一口岩井跌进了地底更深处 在那里他碰到了走在前头的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的仆人已经牺牲 他威胁雅克做他的新仆人 然而雅克却不鸟他 恼羞成怒的路易十四 竟然朝雅克开了枪 教授三人听到枪声急忙赶了过去 好在雅克只是被擦伤了手臂 这时路易十四又一次出现 他举着枪宣称 这儿是他的领地 不过教授却一把岩把 直接搅了他的枪 四人不忍心让路易十四在这等死了 只好带着他一起上路 经过256天的跋涉之后 五人已经来到了地底深处 喜欢瞎惯的雅克 在地底深处发现了可以食用的蘑菇 年老的蘑菇个头比人还大 卡拉做了一顿美味的蘑菇羹 汉斯砍断蘑菇感开始制作木筏 因为他们在地底深处 居然发现了一片地下海 就在教授感叹地下世界的奇妙知识 海岸边竟然冒出来巨大的蜥蜴 教授赶紧逃回山洞 接着又和众人脱出木筏 打算赶紧离开 但就在这时一群蜥蜴围了上来 卡拉在撤退时被绳子绊倒 眼看就要成为蜥蜴的食物 关键时刻 汉斯用镖枪射杀了一只巨型蜥蜴 其他蜥蜴居然都上来抢食同类 教授五人趁机离开了海岸 五人乘坐木筏在大海上漂流 最后却来到一个磁场异常的地方 手上的物品都被吸了过去 紧接着木筏却被磁场产生的漩涡卷进去 飘到了一个海岸上面 此时众人都已疲惫不堪 路易十四居然对鸭子起了歹意 将鸭子给生吃了 汉斯发现自己的鸭子被吃 过来找路易十四的麻烦 不过路易十四却直接跌落地底 被石头给压死了 众人上前查看 竟然在那里发现了失落的亚特兰蒂斯 山洞里面还保存着许多亚特兰蒂斯的文物 其中就包括祭司用的巨蜴 教授在这儿发现了路易的遗体 原来关于路易的传说竟然是真的 很快教授就在山洞里发现了火山口 不过洞口却被岩石堵住 教授打算由路易留下的火药炸开去时 就在他点火的时候 旁边是窜出了一只火山蜥蜴 抓住了他 雅克冲上去救下了教授 此时火药也爆炸了 火山蜥蜴被淹没在岩浆里面 最后四人躲在巨腕里头 随着爆发的熔岩逃出了火山 学院为教授的成功过来 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教授告诉台下的学生 科学发现可能会有停留的时候 但是人类前进的精神永不停息 对于这部1959年的科幻经典 大家是否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和心情分享 你们的观后感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